我们注意到拜登总统表示无意寻求对抗 那么对于中方来说 我们发展中美关系的态度是明确和一贯的 中国的对美政策也保持着高度的稳定性和连续性 正如中方在安克雷奇中美高层战略对话中指出的那样 中方愿同美方认真的落实 两国元首除夕通话达成的重要共识 我们希望美方同中方相向而行 按照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原则 处理中美关系 使中美关系沿着健康稳定的轨道向前发展 那么针对美方的一些观点 我想可以再强调几点 第一个就是关于美方要求中方遵守国际规则 我想不存在美方要求中方存在来遵守国际规则的问题 因为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体系 就是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 只有一套规则 就是以联合国宪章终止为基础的国际关系 基本准则 在遵守国际规则方面 中国是模范深优等深 而美国恐怕是差点深 我想这是公认的 关于民主和集权的问题 我想不同的政治制度好还是不好 关键在于是否符合本国的国情 能否带来政治稳定 社会进步 民生改善 能否获得人民的拥护和支持 能否为人类进步事业做出贡献 我想不管一个国家如何 夸耀自己的民主价值 如果它坐视五十多万人死于疫情而无所作为 一年超过四万人死于枪击而无所作为 随便捏造一个证据 就可以对别的主权国家大打出手 造成几十万平民的无辜 无辜平民的伤亡 无数人家破人亡 而无动于衷的话 它恐怕没有资格 自取为民主人权的灯塔 中国奉行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 同美国选举政治 以党派政治利益为中心相反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 全心全意为全体中国人民服务 我们提前十年完成了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减评目标 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 覆盖近14亿全体中国人民 确保人人有饭吃 人人有房住 人人有学上 人人有医疗 中国政府享有的满意度和支持率 连年超过了90% 中国经过长期的探索 走出了一条正确的发展道路 我们对此充满了自信和骄傲 我们将继续坚定不移地 沿着我们所选择的正确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一直走下去 那么至于竞争 大家都知道 大千世界差异和竞争无处不在 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 中美之间在利益交融中 出现竞争并不奇怪 关键是要在公平公正的基础上 良性竞争 既提升自我又照亮对方 而不是你死我活 零和博弈 无论是从中美两国 还是世界人民的共同力出发 合作都应当成为中美双方追求的主要目标 那么我们希望呢 同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 相互尊重 良性互动 开展互利合作 不断地超越自我 提升自我 让彼此成为更好的自己 造福全世界 你还问到 说美方不会让中国超越美国 那么我想只说一句 中国的目标从来不是超越美国 而是不断超越自我 成为更好的中国 感谢观看